大家好,我是童小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千元片买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曾经谈到过 个人之于烟灭线的情感是遗憾远大于愤怒 而对于今天的主角纵横命图,我的态度则完全相反 纵横命图凭借其违背常识甚至令人感到烦躁的设计 以及无处不在的小问题彻底摧毁了我的耐心与理智 坦诚的说,由于不少人的推荐 在数次感到愤懑之时,我也曾不断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或许再推进一些便能挖掘出这款作品真正的乐趣 但游戏时常预势增长,本作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就越多 25个小时后,我终于忍无可忍的给纵横命图打下了差评 还是之前动态中的那句话 谁爱推荐谁推荐,反正我就四个字,千万别买 当然被我踢进系列同步意味着一款游戏,一无是处 客观而言,纵横命图的视觉体验就值得夸赞 像素画风不仅没有拖累本作的整体观感 让画质变得廉价,反而给我的眼睛来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暴击 无论是人物绘制,场景打造,亦会是卡牌例会的勾勒 都配得上精致二字 特别是制作组对于场景的刻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用色浓重鲜艳,却丝毫不显魅俗与花哨 放大之线更是不发细节 因此不管是阴森洞穴,阳光海岸,暮色都市 一号优秀的美术功底,纵横命图都能很好地把玩家带入其中 虽然本作的游戏画面尚无法进入像素风塔灵的行列 毕竟它与莫塔之子仍混在肉眼可见的差距 不过将它归入塔一梯队,自认还是足以服众的 此外本作对新人很是友好 制作组利用垂直且不分叉的天赋树 清晰地展现了每个卡组套路的进阶路线 纵然是不熟悉卡牌游戏的玩家 也能很快在纵横命图中精准地掌握到卡组构筑的核心与进攻套路 这在同类游戏中颇为难得 只是抛开以上两点你就很难在纵横命图的身上再挖掘出什么亮点 按照顺序我们先从游戏的剧情模式开始聊起 既然谈到了剧情二字 那么故事的呈现理应是该模式的重点 只是本作的剧本编写着实让人无法恭维 角色脸谱化严重 头脑简单满腔热血的主人公 前期傲娇后期中选的二号人物 闲着弹腾非要出来导论的无聊反派 再搭配上荒诞乖章的动作语言 意义不明的插壳打混 尤其是本作所要讲述的故事过于浅薄 毫无深度 属于小学生看了显身傲 初中生瞅了贤幼稚的水准 与同时拜关卡长度卡牌限制敌人设置所赐 卡牌游戏最大的乐趣 构筑的快乐也是荡然无存 短短三个章节就草草落幕的故事 大量后期方才允许售卖和制作的卡牌 直接导致玩家成型之日 正是游戏结束之时 说的粗糙一点就是老子终于凑满一身神装 正准备在虚拟世界里大杀四方 制作组却在楼道里猛拉我的艳闸 你神经病啊 而且所谓的成型本质上也是被制作组教着玩游戏 想要自己开动脑筋打造出新颖的卡组 完全是天方夜谈 一方面积风一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招 其性价比突破天际 然而积风一闪的出发又跟开发者所提供的固定套路 死死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不同机制的卡系列之间 还缺乏能够打通隔阂 并且沟通彼此的桥牌 放在一起那就是你说前门篓子 我说跨过轴子 风马就完全不相及 狗拔BOSS设计的更是地中之地 跟他们打一局我头套都能被薅一地 第一张那个土狗往我卡组里塞了十几个炸弹 生怕我死不了 最后一张的土龙 网语套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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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子孙孙杀也杀不光 一问第二中的BOSS呢 这么说吧 那条海龙在我眼中完全不像是正常人类能构建出来的生物 此处需要强调一下 其实本作剧情模式的整体难度并不高 但他胜在无聊于恶心 特别是后者 谁能想到一个卡牌游戏的BOSS 自带神器是吞玩家卡组里的牌 吞一周罢了 还每轮都吞 每轮吞我也咬咬牙忍了 结果有时候他配合手牌和技能效果 还要一口气干我三张 那种核心卡和后期大哥 被人当面撕碎的感觉 他妈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最可恶的是 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成功铺场 对面反手就是一个超魔法术 瞬间给我打回了原形 整场战斗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边我的怪站上去活不过三秒 好不容易打个combo吧 转瞬间就被对手轻松化解 另一边在角落里 又有人在玩命撕我的卡 破坏我辛苦构筑的卡组 如此背景下 别说产生新思路新打法了 我能且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在开发者放出的四个套路中 随机选一个 然后按部就班 循规蹈矩的组牌 多说一嘴 无限刷初始牌 只求一个天后开局 也是这款游戏的特色 因为在纵横命途中 反常手段异常缺乏 这就意味着一旦处于劣势 连你翻盘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请注意 这已经是个相对高情商的说法了 讲道理BOSS设计的难 作为玩家我打不过 那我不敢多逼逼 毕竟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玩 这种打赢了 既无法体会到构筑快乐 还要被人喂一嘴苍蝇的恶心劲 让我一遍又一遍的怀疑制度 开发这款游戏的初衷 究竟是让玩家感觉快乐 还是痛苦 我甚至起人忧天 是不是一旦玩家感觉到愉悦 工作室就会原地爆炸 吓得我火速想办法 让自己开心起来 剧情模式的问题还没说完 有些奖章难获取的毛病 咱且不提 可这个bug真心让人火大 正如之前所言 我卡库里被人放了十几颗炸弹 消灭敌人后告诉我 没有达成对应的条件 说好了就出大副给奖章的 我一顿操作把铜皮拉回来 结算是又不算数了 每张诧异科兴的操作 我完全是在逼此强迫症 特别插一句 为了保证诸位观看的顺畅 我把一些与剧情模式存在 同时也出现在其他模式中的问题 暂且按下不表 带到通用片再行解读 相信我纵红命图的表现 不会让你失望 输回正传 让我把目光投向本座的肉搁模式 负责任的讲 肉搁模式所呈现出的混乱与反人类程度 完全不输给剧情模式 甚至大有超越知识 流程的前半段 系统不让玩家跳过简历 相当于逼着你把废卡收录进去 用于污染卡组 临近中期制作者的溃动愈发慷慨 从一次送一张到两张 从两张到三张 无法拒绝 只能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卡组 被垃圾充满 其间制作者还不忘给玩家们 送出惊喜大礼 他们强制要求你跟另外的领袖 进行合并 组队出征 考虑到卡组间难以融合的特性 大量涌入的其他机制卡牌 彻底把卡组变得臭不可闻 大家谁都不舒服 后半段终于迎来了跳过选项 但很不幸 前面负债太多 后面能且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删卡赶紧擦屁股 带到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迎来了卡组成型的曙光 并通过努力和智慧击败boss 再度准备于新篇章中 大展宏图的时候 您猜怎么着 嘿对没错 设计师在楼道里 又把我电查给拉了 我谢谢你啊 最后我们再说下游戏的通用缺点 写完案的时候 我都不自觉的冒火 游戏的平衡性一塌糊涂 卡牌与卡牌之间 卡组与卡组之间 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雷兹混沌流的强度明显不足 隔壁机械人无限强化 无脑通关 这边魔族连开头都能死个三五次 属于肉骨争狗都不玩的角色 又比如同样是一废海盗 同样是一杠一的属性 卡牌设计师愣是能给你搞出 一个带特效 一个不带特效 两张卡简直是业界奇稳了 一些卡扔进废纸楼都不太心疼的 另一些的强度 则直逼卢尸狂野模式中的近卡 卡牌描述漏洞百出 要么翻译的不准确 原本船炮流的大招是场上的火炮 本回合可以无差别的攻击场上单位 和角色本体两次 然而当下的呈现 不只漏掉了发射次数 还将侧重点错误的引向了 只攻击本体 害得我多次错过斩杀线 要么就是不补权辅助信息 附带召唤特性的怪物卡牌 通通不写召唤物属性 譬如六费四杠六的警戒机器人 受伤时会召唤一个射线机器人 拜托你不写 我哪知道这个射线机器人 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还要用了永久加法强的法术 伤害不做说明 盘蛇之歌都被我加到 二攻三伤乃至四伤了 卡面上还写个大大的一 我差点又掏出小尾尔 开始手动计数了 要么干脆英文出街 生怕你不知道 他们汉化工作的敷衍 运行方面一样恶极频发 不适配笔记本 16比10的屏幕 连确认框的位置 都能给你怼偏了 不时还发生托骂 乃至是死机的情况 不是我挑理啊 3A跑不动 咱情有可原 你一个像素风 没几张卡牌的 卡牌游戏 又什么算不过来的呢 我就XX不理解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看出来了 那你就去治治呗呗 视频已经尾声 我们照例总结啊 在纵红命途的身上 我没有得到卡牌游戏 应该有的乐趣 所见所闻 无一不再挑战 我对基本常识 基本逻辑的认知 设计之外 各种潦草与 不负责任的处理 更是让我愤愤不平 另外据我观察 这又是一个出了问题 连致献信和补丁计划 都不放出的制作组 截止我落笔的12月5日 更新信息依旧空空如也 同隔壁的最后的信仰 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 个人之余 综合命途的现在与未来 都毫无信心 这样的游戏 还是千万别买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